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 是在基隆的海洋廣場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海面上的 黃水滾滾 所在的都是山上 沖刷下來的土石 那旁邊的船隻都已經停在岸邊 暫時不作業了 可是還是可以看到水位很高 風勢也很大 浪潮也很多 而風雨呢 現在是一陣一陣的 像剛剛比較風雨小的時候 還好 但現在風雨變大了 打在記者的臉上 真的像是被BB彈打到一樣 不但是港口的所有作業 都已經停擺了 我們看到廣場平常人潮很多 現在也幾乎 不要說幾乎是沒有一個人 除了記者在這邊做連線 旁邊的店家放眼望去 也幾乎都關門了 有營業的或是玻璃比較多的 那棟藍色建築物都在上面 用膠帶打上了大叉叉 就是嚴防山陀兒颱風 帶來的大風跟大雨 那我們要知道現在山陀兒颱風 還沒有登入台灣 位在於台灣的西南方 而現在如果他沒有停下腳步 約莫在一點左右的時間 就會登入台灣 對於南部來講 備受很大的威脅 但是也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因為受到中央山脈的影響 海風一旦上來時 他的結構體能會變得比較弱 但是還是具有一定的破壞性 那位在於基隆這邊 我們看到這個雨是從昨晚到現在都沒有停過 這從海面上來看到也是一旦如此的 所以呢現在在基隆的地方 像是基隆市區的南榮路 往三坑火車站那邊 就有這個消防通道 還有仁二路大創百貨附近 都有嚴重的積水 那中山區的地方 中正區的地方呢 往台六十二閘道路面 還有台六十二線的萬瑞快速道路 都一樣有嚴重的積水 除此之外 靠近山區的地方 也要嚴防土石流 那麼現在三伯樂 三伯爾颱風呢 還沒有台 就已經造成這麼大的威脅 還是要請民眾 在家裡好好的嚴防 以上是現場的最近情形 主播 每次八糟